我们开始学习第五单元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单元岛屿 请同学们跟着我一起读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美国爱因斯坦 读了单元岛屿 相信你们已经猜出来了 是的,我们本单元学习的内容 和想象力有关 单元主题是大胆想象 本单元是习作单元 延续了三年级上册习作单元的编排体力 一起来看一看单元要求 一,走进想象的世界 感受想象的神奇 二,发挥想象写故事 创造自己的想象世界 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文中的插图 图上画的是什么内容呢? 你由此想象者 你由此想到了什么? 是的,从图片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里是神奇的太空 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 正在太空上熬游呢 他们会有怎样奇特的经历呢 大胆想象能让我们和他们一样 拥有奇异的经历 同学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开启神奇的想象之旅吧 瞧 晴朗的夏夜 夜空群星璀璨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 你都产生了哪些有奇的想象呢 本文的作者是个爱探索的孩子 面对宇宙星空 它产生了许多大胆 有趣的猜测 今天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6课 请同学们一起读课题 16 宇宙的 另一边 同学们 同学们 读了课题 你产生了怎样的疑问呢 我猜 有个同学想了解 宇宙的另一边 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也有的同学 想知道 宇宙的另一边 和这一边 有什么不同呢 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去寻找答案吧 请同学们翻开课本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自由朗读课文 要求读准 深字字音 读通句子 难读的地方 多读几遍 给每个自然段 标上序号 开始吧 咱俩 读通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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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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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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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注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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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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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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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